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习菩萨界完了 应该就是毕业了 结果还有一次 还没有毕业 这些提出来的问题 我将才是完全看了一遍 这里有关于菩萨界的问题 菩萨界是近未来际 但凡夫菩萨有歌音之谜 若忘死了有没有失去界题 若忘死了没有失去界题 没有失去界题 这个失去界题 你不发无上菩提心了 你无上菩提心退了 这个菩萨界体就失掉了 再就是你犯了佛罗一罪 界题失掉了 现在这位菩萨 他说 各音之谜 他不失去界题 如果忘死不失界题 犯菩萨界 算犯界吧 受了菩萨界的人 受了菩萨界的人 他自己知道是受界 然后有烦恼 然后他犯界 这是在他还是有理智的时候 虽然有烦恼 但是心里面还是正常 要是得了身经病 那就不算凡结 那么现在这位菩萨 已经死掉了 但是有第二生 他不知道他是菩萨 假设他是坐淫 或者是在雏神的世界 这个时候 他自己不知道 当然做善做恶 还是一样是有罪过有功德 可是说他是犯菩萨界 这时候就是不符合犯界的因缘 不符合犯界的条例 有位正圣位的菩萨 如何避免歌音之谜的过久 那就是你需要多静坐 修禅定 要是得了禅定 你就不会有歌音之谜 得了禅定 要是你没得禅定 心里面哪是闪闪落乱的 那是不可能 一定是歌音之谜 一定是歌音之谜 可能是你经过住胎 也就容易迷思 在《大皮菩萨论》上说出一件事 就是出胎的时候 他的头受到影响 也就是他的脑受到影响了 就死掉了 《大皮菩萨论》也这样解释 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避免歌音之谜 一个是得圣道 一个是你禅定成就了 就没有歌音之谜 如果你预计定成功了 生到预计天上去 也没有歌音之谜 因为他是化生 他能知道前生的事情 就是在阴间他一生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受的是凡网菩萨计 但却欢喜学习第四菩萨计 请问需不需要重受或征受或直接受持即可 反往经的菩萨计和欲切菩萨计都是相同的 要发无上菩提心才得解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 你不需要重受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受戒的情形里 多数是出书家 没有多久就受戒 那个时候 很多的事情不大明白 所以受戒的时候 有可能会 因为自己不无知 可能不太如法 那么可能会对于你受戒有影响 你得没得戒体有影响 从这地方看 不管你受哪一个不是戒 应该重受 应该是重受的 应该重受比较好 要是你在家的时候 你就学习了很多的佛法 那么出家的时候 去受戒的时候 你心里面知道 什么事都明明白白的 而做结末的时候 你一点没有杂念 非常的自成 也真实地发了无上不得心 那就不用重受 不需要重受的 是天台会师大师的 洞中修谁之以三昧 于禅中洞中 十相修的共与不共处 这个会师三思 这个谁之以三昧 也不全是动 行住坐卧 都可以修三昧 都可以修的谁之以三昧 而这个位仪 行住坐卧是个位仪 位仪有行住坐卧的不同 但是内心的修的观 修的止观无差别 所以与禅中的洞中十相修的 共与不共处 禅中洞中十相修 有这样的书吗 有这样的书吗 禅中和六祖 通一时代的这些禅师 或者以前的禅师 实在都是修经教的法师修禅 不过六祖 慧能大师更行力 他学的经论不多 但是他听五祖讲《金刚经》 这是六祖坛经说的 这个也可以相信吧 他们都是依据经教来修止观的 这样子禅中的洞中十相修 也应该和静中十相修 也应该无差别 但是禅中的人和慧师大师的思想同不同 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我看道信禅师 道信禅师从他的传上看 他很重视摩合博尔波的秘境 他要受天内中的影响 这个马祖 那又是后来聊 他好像和奇迹论 他的思想和奇迹论有点相似 这样子 你现在说的禅中洞中十相修 究竟是谁说的 这我很难回答 这是你把我考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禅中的人 你读这么多禅师的语录 思想也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学习维末经开悟的 有的人是奇迹论开悟的 有的人是波尔经开悟的 那思想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这没有确定指哪一个禅师 我很难说什么 第二个 自信子和禅中的看话头 是否同一原理有何不同处 禅中的看话头 话头与话头也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人没有学过佛法 他出家了 遇见一位禅师 告诉他禅话头 念佛是谁 你按照念佛是谁这句话 思维这句话的意思 是祈求希望能开悟 目的是这样子 希望能开悟的 但是有的禅师 但是有的禅师用这句话头 并不是希望开悟 而实在是寂静著 你看薛恩老和尚的语录上有解释 当然也可能别的禅师不这样解释 现在这样说 如果看话头的时候 比如看无字的话头 假设你学过大致的论 你学过中观论 你看那个无字的话头 那就是修这个信空观 那就是修止观了 那就不是和禅中 没有读过经论看话头完全不同了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自信子 这在十三波罗密里边 智大使有 说有这么一个子 有细缘子 有自信子 有体振子 那上说自信子 是修定的意思 就是浮动的虚妄分别 静下来不要动 明静而住 是得定的意思 看话头 要是按照话头的本意 是求开悟 是求慧的意思 但是你不随顺话头的本意 去思维 用它来做所缘静 把心静下来 但那也就有点相通了 应该是这么解释 想学习天台教法 而其学习方法与次第应如何掌握 这个问题请院长回答 我初开始出家的时候到佛学院 因为那佛学院是天台中的法师办的 所以一开始就学的天台式教义 天台式教义基柱 学的这一步 又讲又学个教乌刚中这些 是这样的 这个学习天台教法 学习的方法次第应该怎么掌握 先学习天台式教义是不错的 但这个智治大师讲的维墨经 前面那个玄义里面也提到 有式教义 有世系团这个 先学习式教义 是不错的 可以这样学 先学习教乡刚中 教乡刚中是欧益大师写的 也很好 先学习这个应该是对 然后 假设你的理解力高 你就可以学三大步了 就是法和弦义 法和弦义四千 法和文具记 某和直观 某和直观复兴 这是法和天台的三大步 学习完了五小步也可以学 我看见法尊法师写了一篇文章 批评天台中 他说的我因为也有道理 我是学个天台 人就是这样子 先入为主 我所学的你来批评我心里也不舒服 有点这么感觉 但是我感觉他说的也是有道理 就是天台至大师在今天 也可能同意法尊法师说法 也可能同意 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 说到藏同别缘 都是赞叹了原教的究竟圆满 但是在今天的佛教 不要说其他宗派的学者 就天台中的人 你真能修一心三观了吗 这不是有十个问题吗 如果说是按照藏教和通教来学 也可能容易一点 也可能简单一点 所以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但你要愿意学我也赞成 学天台中有个好处 如果他初开始就提到修止观这件事 你就容易也知道怎么叫做止 怎么叫做观这件事 要同诵菩萨界的众中 各有秉授 凡网 欲窃 犹布赛等不同类的菩萨界者 宋界是应以和解为依据 欲益大师的思想 他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思想 虽然是晓得天台智大师 晓得天台教 但是他有《楞严经》的文句 还有《凡网合著》 但是他主张宋菩萨界的时候 宋着《地磁菩萨界》 这可见他的思想 就是《地磁菩萨界》和《凡网经》的菩萨界 把它融合在一起 彼此是无差别的 所以你送菩萨界的时候 就随你的欢喜好了 默学 这个是个默 默学 因常习心念念佛法门 但为何念佛使心较寂静时 心地所源 反而变成细念与喜上 此情形长久以来就无进步 请问长老 那么默消下一步 又如何修修增上你 你这是 又念佛法门 又念佛法门 你没有说你念佛法门是怎么修法 是念阿弥陀佛名号 是这样念佛 持心脚寂静的时候 心的所源就变成细念与喜上 信念与喜上 你必须 你可能是也修个书习惯 是不是 你这样的情形 你感觉到没有进步 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个事情那样 你现在在佛学院里读书 就是维持 把你以前用功的境界维持下去 还有时间需要读书 需要听课 如果你在佛学院里毕业了以后 或者是你想要专修 那个时候你在谈这个问题 比较合适 这个想要进步这件事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我们在佛学院读书 目的是什么 其实应该说要得正知证见这件事 我听老师讲课 不管讲什么经什么论 你从这里 你能在佛法上建立正知正见做这件事 你这件事成就了 然后你念佛也可以 修书习惯也可以 你是修行哪一个法门都可以 如果你没得正知正见 你想要特别用功修行 有危险这件事 这个证明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念佛 我看这个净土圣贤路上 也有些念佛不可思议 有个老太婆 我说是一个居士的 不是她的母亲 是她母亲的亲戚 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 但是这个居士是念佛的 就把她请到家来 叫她安心念佛 其他生事不要管 这个女人念佛念到什么程度 她早上起来念佛 很快的天就黑了 天黑了念佛的时候 很快就天亮了 看这样 有时候看见虚空里都是大莲花 限制这个境遇 所以要是你安心念佛 你想要从念佛上进步 就是蜿蜒方向 你念阿弥陀经也好 念大本无量寿经也好 你拜佛也好 一心不乱 那就会进步的 你修书习惯也是一样 当然你这个修书习惯 应该不只是修书习惯 也就是这个六个妙门 俗 水 子 观 环境 你要把这个学把它消通了 然后修书习惯 那也是能进步 如果你一天只能修两个钟头 那不行 这非到一天最少要修四个钟头 修四个钟头 就是你要真努力 就是万元放下 精进地修行 不是修七天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要全部的精神 世界专一做这件事 那才可以 当然这里面就是 你先要得政治正见 才可以 或者说是由禅宗说 就是开悟了 政治正见应该说就是开悟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并且你要学习你所修的法门 要把它搞通了 不是一知半解不可以 这是你这上说吗 如继续回到念佛又如何修习 就像我江才说的 要转成关系的所缘又如何修习 请长老能否教授具体修教方法的次第 requis 智习念 疏 随 子 观 环境 就是两个字 一个子 一个观 疏 随 子 这三个字子 观邯境都可以说是观 但是这里面也应该有纸 这个纸要好好学 什么叫做纸 《菩提道持续理论》里面的《圣木头章》也是纸 《广论》里面的《圣木头章》也是纸 《广论》里面说的少广一点 但是那个说的纸我因为还不具足 当然我要说《玉切式论论》就是太多了 一百件 《玉切式论论》里面也有关 要把这个纸还是看看纸 它的《十餐波罗蜜》好一点 小指观也不错 他就是说到这个位次 说到位次 由质量位到家行位到见道修道无销道 这个位次很重要 就是你用功修行的时候不会有正上慢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毕竟修行这件事 有的时候忽然间慢一大步 后来又退两步 进一步退两步 有可能这个情形 有可能进两步退一步 就是他没成功的时候紧紧退退 就这种事情 所以佛教育仙这都是如来禅 明明白白地向前进 所以念佛法 你也是应该把净土三经和天秦普世的往生论都要读一读 英国朗普世的温超也读一读也好 但是《金刚、波尔、波罗密经》读一读也是好 因为你并不是说你是想要进步 这个进步的境界不可思议 如果你没有波尔的智慧 也可能还是有问题 所以静动法门的修行人 你也学一学《金刚经》都是好 看看《大字论》多好 你想这个观习 修这个持习念的法门 你这个止和观 观就是波尔 观你要持习 修成功了是波尔是智慧 所以你也要看看《大字论》好 《大字论》是解释《摩赫波尔、波罗密经》的 我们自己读《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比《金刚经》可能更殊胜 但是我们可能不是太懂 要看《大字论》 也许 学生有两个问题 请教长老 有人说 一旦开始用心修行 便有种种业障现前 还阻碍行者 这话说的正确法 这个事不一定 不是决定的 有的人可能 你障碍过别人修行 今天你自己修行就有障碍 这可能有这种问题 但是也可能没有事 你以前没有障碍过别人修行 你帮助过很多人修行 今天你修行的时候没有障碍 这个事情很难说 只有佛菩萨能知道 你有没有障碍 所以如果你害怕这件事 你一方面修行 一方面拜颤 颤悔业障 应该这样做 要看《小院》中 勤已念佛 拜佛 打坐 诗诗等的同学 都似乎是百病缠身者 百病缠身者 令人分不清到底是修行引起病痛 或自知为病 故勤修行 这个事儿 如果我修行的时候就有很多障碍 这个障碍是因为你以前做过错误的事情 现在才出现 也可能你不修行它也会出现 但是要因为修行才出现 那就是因为修行消除这个业障 所以这样稍微表现一下 叫你苦恼一下 这个业障就消除了 也可能是个好现象 所以你不用害怕 这件事 你说是 看《小院》中 其以念佛 拜佛 打坐 诗诗的同学 都似乎百病缠身 这件事 决定不是说你一点业障没有 我现在一念佛就百病缠身 没这回事 没有因就没有果 有因才有果的 而用功修行是能消除业障 不会因为修行招来业障 不会是这样的 自己身体有病 有几种原因 有是你过去有做错误的事情 现在要得这种果报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些物质 我们有些物质的地方 引起我们身体有病痛 这也是个原因 你常常生烦恼 你心里面有烦恼 有贪心吃的烦恼 你生理上受到影响 也就容易有病 也有很多事情 吃饭吃得太多 我因为也有问题 吃饭吃太多了 容易有病 也有问题 反正原因 总是有原因 原因就是有两个 一个现在的智慧有问题 一个过去有罪过 所以现在有病 有病这件事 我们你看这个阿罕经 舍利夫尊者也有病 穆盐连尊者更不得了 还有阿那律尊者也有病 避灵窃破珠是眼镜常常得到的 也有事情 很多的阿罗汉都有病 但是我们不能和圣人比 圣人是又一回事情 另外 另外修习佛法到底算不算修行 你这个修习佛法到底算不算修行 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 是修行的开始 如果你不学习佛法 你不知道怎么修行 所以学习佛法非常重要 有的人说 我也不想做大法师 我到佛学院干什么 那我就自己可以修行 我一天念念经拜佛就是修行 也可以说是修行 但是这个修行 我感觉是很肤浅的境界 并且遇见特别的因缘 可能会有邪子邪见出来 你要是学习佛法 得到政治正见的时候 那其他的不同的事项 不容易动摇你 所以政治正见是修行的一个基础 但是修行的事情 其实是戒定会 这是修行 再明白一点说 你去掉自己的执着 这是修行 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执着 我看见什么都是真实的 这是执着心 这个执着心是一个 是个凡夫的境界 现在修行就破这个执着 就是这样意思 如果你不能破执着 也可以说是修行 那就是前方变化了 可以了 我天天念经啊经啊 我不明白这个无恶相 无言相 无法相 不大明白 只是这么念 那也算修行吧 也可以说就是修行的前方变 它不能够破执着 不能破的 所以说修西佛法到底算不算修行 你这有个修字 有习字 这应该是修行 一个修一个西 应该是修行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皆非常侵犯我 我心里面愤怒 那么这就是你要修行的地方 我应该无恶 无恶做 我知道有恶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去说你怎么可以侵犯我 那你就是没有修行 要能它侵犯你的时候 你观察恶不可得 侵犯者不可得 你能这样观察 破除恶的时候 那就是修行 应该是这么说 随时举心动念的时候 要叫它清静 让它与般若相应 你有所指导 那就是错误了 应该这么说 请问长老对学问生 做什么样的定义 有什么样的看法 学问生好过愚慈生 好过愚慈 学问他还明白佛法 他是学习了佛法 知道什么是白的 是黑的 是正是邪 是有罪过的 是有功德的 他还知道 当然这个学问生的意思就是 只是学而没修行 是这个意思 要是学而又修行 那就是禅词了 对学问生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佛教来说 学问生还不是很多 因为肯来佛学院读书的 还不是 只是佛教徒里面一少分 而来到佛学院学 学还没得到政治正见就停学了 就停止了 所以真能够称之为学问生了 那还要有点程度的 我对这个印象好 我可以这么说 我认为这个还是不容易 还是不容易的 现今乃至未来的佛教 需不需要有学问生 这一号言误 我认为还是需要 需要 好过于此 好过于此 当然我说这个学问生 要达到政治正见 但是他没用功修行 这叫做学问生 如果你还没有得政治正见 学问生这三个字 我自己还不及格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你用佛法的政治正见 去比量 来衡量人的话 有几个 在家居士不说 我们出家人的 有几个符合这个要求的 符合政治正见的要求的 我看还不是很多 你问我 我因为我们今天的佛教 当然有很多的帅象 我认为先要求自己做个学问生也很好 做个学问生就是通达佛法 虽然我没去修行 但是他明白什么是佛法了 好过胡说八道 请问要不吃戒会有障碍 不吃戒有障碍 不吃戒是有障碍的 不吃戒 你犯了戒 身口意都是无言的 就是很多的过时 你要一想修行的时候 你一天的过时就障碍你 就是有这个事情 要持戒应该至少要有什么程度 这话是这么说 就是按我们初见来说 持戒要有先决条件 要有出力心 就是我不想做生死凡夫 我现在成功圣人 从这个生死轮回里面跳出来 你要有这样的意愿 有这样意愿的时候 我的心对于舍生相为处 有一念碍着心 就违背了你的出力心了 就知道 什么叫做生死 你心里面有碍着 对于舍生相为处有碍着 这就是生死 要处理心 感觉到你不是圣人吗 有时候会失掉正念 要有艳丽心 我心不清净是不对的 要有艳丽心 一定要建立处理心 你说有什么程度 就是要有处理心 前几天国义法师他说要吃戒 确实就是处理心 我同意这个说法 要处理心的 当然也要学戒 因为光是有处理心 没有学戒也不行 要学习 开车吃饭 请问做官 是不是至少要有我 是根本定 初禅 二禅等 你前面是问戒的问题 这里是问禅的问题 也就是修圣摩托的旨 当然是你得到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是最好 得到了这么高的禅定 你修这个世间处 很容易就得无声发言掉 你要没有得到这个程度 你心里面能得到玉戒定也好一点 在玉戒定里面修世间处 也可以得圣道 要是到玉戒定 我们头几天说过 这个程式论也同意 在玉戒定里面也可以得圣道 但是总是远要一点 约定因为这个心还不是十分定 味道地定好一点 但是不如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好 佛陀是在第四禅里面得无上菩提的 不是散乱心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修止观 修知识也是很重要 修止观的过程 除了看经典 有善知识是不是很重要 有善知识是很重要 但是随时善知识是不知道 是很难的 所以只好自己多努力 要把这个止观多多地学习 你愿意学习大致的论呢 那这个批铺舍诺你就居住了 怎么样修观 这件事你居住了 但是大致的论 关于圣木托的指数都很高 你不容易拿到 欲切识的论说的钱 也有钱也有身 你比较容易能拿到 但是欲切识的论也不是那么容易学习 你还是先学习智识大师的诗参波罗密 你就容易拿到纸 那里也有观 先学习智识大师的诗参波罗密的纸观 再学一学摩合纸观也好 然后你看欲切识的人 可能会容易一点 不感觉难 要是从这个欲切识的论上的解释 然后再看这个欲切识的语录 我发脚 可是有问题了 可是有问题了 因为欲切识的论上 俱事论上也有这个意思 你心不寂静 你没能得定 你想得圣道是不可能的 而禅宗后来的人就不重视禅定 刚才是开悟 其实这个事情你心里面不寂静 这是困难的 这个赵州八十有行脚 只因一念未敲言 这可见赵州求法的心很切 但是他这个传记我们不完全明白 为什么不好好读经论 你学习经论很快的就明白 这个修行 生死的缘起 涅槃的缘起都明白了 我们有人也可能有一种想法 我就知道涅槃的缘起就好了 我不需要知道生死缘起 我不同意 这个知道生死缘起 对于涅槃缘起有帮助 生死的缘起就是活跃苦 这是烦恼 这是业 这是苦 你修行的时候你要避免 这是迷惑 你看这个禅室的语录上也说 无死皆来生死本 吃饮映作本来饮 我用这句话 这是个禅师说的话 这个禅师学过经论的 喝吃很多的禅师都犯这个病 因为这是很高深的境界 但是你要看看经论 原来这是生死境界 不是高深的境界 所以你不可以只学习涅槃缘起 生死缘起也要知道 什么叫做生死 什么叫做烦恼 烦恼有出现的烦恼 有威系的烦恼 你不知道你现在在烦恼里面 你以为是得圣道了 是不是搞错了吗 《菩萨应乐经云有界可犯名菩萨》 《无界可犯名外道》 此说法是否有误 为何如此说 你应该把那一段文多引来一点 我对《菩萨应乐经》是读过 读过 但是完全等于没读 所以这个我很难怎么样解释 或者说这么要解释 就是有界可犯 都是受过界 发过无上菩提心 受了菩萨界 然后才论犯戒 词戒 那么说他是菩萨 无界可犯 原来没有发无上菩提心 也没有受过戒 那么他做种种的过失 这不是佛教徒 那么说他是外道 但是这个古往言之 也看看那一大段文怎么意思 如果修行人临终前颠倒 是否可以断定 不得往生散去 这个话是这样说 临终的时候颠倒 看怎么样颠倒 如果你是起了称心 这一生中 做临终的时候 有可能把这一生中做了很多的罪过的事情 现在就在意念 那么这个人可能是要堕落 要是这一生中修了很多的善事 就是取向的善法 他不能明白波尔波罗密 取向的善法 那么这些善事在临终的时候 比如说在意念 他也有好心肠 那么这个也不会到三个道 有可能在阴天中受国报 但是这样是要求与圣道相比 那这都是颠倒 求生阿弥陀佛国来说 那也是颠倒 你这样就不能往生了 是这样的意思 或否定之前的修行我用 或否定以前的修行我用 你这话我可能明白了 就是你在平生的时候也很用功修行 临命中的时候心颠倒了 你这平生的修行没用了吗 这个话还不能那么说 你修行的善根还是在 功德还是在 只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发生作用 但是它还是在的 并没有消失 如果一临终的情形来判断好坏 穆建联宣装大师等高声大德 其往生前的情形 会不会影响其往生 这个没有 穆建联争者是大阿罗汉 虽然是被这墓障外道把他打扁了 他的心还是不颠倒 心还是清净的 所以不受影响 宣装大师也没受影响 他只是跌倒了 腿有一点事情 心还是正念 有正念 不受影响 所以有的人临终的时候很苦 但是看他心里面怎么清醒 如果他心不颠倒 那还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人看他好像无稽而终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生不往生到善处 不一定 还是看他内心的情形怎么样 上述两问题 好 就是这样 最后一条界说菩萨可现神童 如此事否算 显异惑众 有因专靠神童度众 这话是那样 最后一条神童是真实有神童 神童 看到意思是已经得圣道了的 有神童的菩萨 他的心是清净的 是慈悲心 一个慈悲一个般若 这是这两种心情 在住在世间度众生 要自己修行 所以他没有显异惑众这种事情 显出自己的特别来迷惑人 这凡夫才有这个事情 凡夫来欺骗人 从中得利益 凡夫这些 圣人没有这个意思 圣人决定不做恶事 出过圣人 有可能小小有点过失 也不会有严重的过失 像那些说是得了神童 一定是得了舍戒四禅了 得了四禅的人才有神童 有神童 而且现在闻的意思似乎得圣道了 所以可以断定他 没有显异惑众的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菩萨界里边有几条清界 是专对出家菩萨说 那么在家菩萨算受持法 是否只受持三十几条清界 送界时是否该分别出来叫恰当 是的 有的是出家人才能受持 在家菩萨他受持不来 就是有这个分别 这就是应该学习 应该知道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不能确定 他现在是今天他是在家菩萨 明天可能出家了 所以他还是应该全面的学习 也是对的 另外听说长老长伴禅修 来福岩之前也才刚主持完禅祺 祺请长老也来为我们指导一下 四年初等禅法 上师长老说女众叫静静 开静了还不起坐 但是福岩福也可能例外 但我们福岩有缘不公开发明 曾做到归习法 鼻子不呼吸了 这件事没有出入习 这样子 内出习 这也是内出习 但这件事 没有出入习 这件事 到四禅才能到这个境界 四禅 超过了出入习 二禅 三禅 到四禅才没有出入习 所以你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短时间就可以 时间长了 你不用鼻子呼吸 用嘴呼吸 那不算数 用嘴呼吸那不算数 有人上台诵诫是背诵的 有人是日中意识 那这很难得 能够把戒背起来 不照文件 这是很难得 有人是日中意识 也是很难得 能早上不吃 但是我劝你 日中意识还是吃这么多 不要因为早上不吃 午上把早上份夹上吃 因为你这样日中意识 将来你的胃会坏了 会坏了 你还是不要吃很饱 要这样做 这个身体健康 而使坏人还会少欲 是不错的 孔子说 阴生有三大落 第三落是得天下阴差而教之一轮 这是孟子说的 是孔子说的 我问你 你考考我是不是 是不是这意思 展老要教导我们禅法一定是很快乐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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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修四念处 我认为的确是很重要 一切是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误会 我好像人家特别的标从名字来 讲四念处 叫四念处 这是误会了 我们你学的这些经论 通通都是四念处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你才是你认识了四念处的 这个静安经就是四念处 很多的这个法化经的阿弥陀佛 那就是四念处 观一切法空如实相 不动不退不颠倒 就是四念处 我们一般说是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观反无恶 当然这是四念处 这四念处 我感觉我们还是合用的 我们如果有欲心的话 那你观身不净 他就能对质 对质了以后 他心就是太平 心就是清净 所以这个四念处 智治大师的有个四念处 前面那个藏教的四念处 通教四念处可以学一学 可以学一学 就可以用了 这个俱神论也有四念处 还有什么地方 很多的地方 智治大师的论也有四念处 预切智治大师的论也有四念处 很多的地方都有 有四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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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办佛学院最初应该上哪一课 殷老师兄不出生 我现在的想法 现在有各位老师在这里 先上十年初 当然我说是都是十年初 那是普遍的 就是观神不敬 观寿世故 观神无产 观法无 先学这样的十年初 先这样学 然后就有一堂诗节 安排一堂 还是三刻钟或者是半小时静坐 静坐就是训练自己这样修 修这个十年初 应该这样子 你常常修 常常修 时间久了 不知不觉的就有作用 有作用 它就能调伏自己 小生 这是果俊 是俊吧 是俊 来自新加坡 曾听说长老 好啊 这是前 这是前 几年前 于新加坡双灵禅寺宣讲普民兵式的 那是1995年 1995年 我在那讲普民兵式的 上一回长老来学院为我们开示时 在言谈中也念了几次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是的 我是有这个事情 是的 有的时候我会说话有口过 我先念观世音不是消消罪 对呀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开始是 小生也从法云刊物中怀喜 贵法云佛学院 加个贵字 法云佛学院 除了领导小生深入经教和修训子观外 在行门上也有拜大悲颤子 是的 我们不许院 北院每星期一晚上拜大悲颤 北院还拜得多 南院就是一个月拜两次大悲颤 是有这个事 也的确有静坐的功课 小生对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非常好耀 每日礼拜大悲颤 作为自己的功课也很好 拜大悲颤很好 是的 拜大悲颤常常忏悔也好 功课 同时也持诵大悲颤 普文品和般若心经是很好 持诵大悲颤也好 念普文品也好 念般若心经也是很好 上一回听到长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时 心中的喜悦真的无法形容 心里一直渴望能够有机会向长老求得 观音法门修持的方法和心得 你这下面 小生业重浮薄至浅 你的温销还不错 你看你用这个重 薄 一个浅 这有法 于行门上毫无心得和收怀 求法百应亲自劝情 但生性却挪的君 但心善客提的话 会耽误大众的时间 你很难得 微边想 很难得 私下来找长老 又怕打咬长老 和妨碍长老的时间 阿弥陀佛 因此才这般冒昧地向长老求法 问题 大悲散 普门品 心经 楞严经 观音寿迹经 佛术大乘 庄严 保望经 等等 都有提到观音菩萨的修持法门 大悲为上手 大悲为上手 是要大悲心 于切自行作义 就是菩提心的 大悲为上手 大悲心 于切自 一切自就是一切种自 于切自相应作义 就是无上菩提心 和无所得 微方便就是般若 就是无恶观的 观观者法门 观音法门 休息般若的观照 如缓三昧 耳根圆同 和献种种身 勋生救苦 度求化的法门 你把这几部经说的都引在这里 但是这几句话 大悲为上手 有些自相应作义 和无事得为方便 这是大悲耳经上的话 大悲耳经是菩提心法门 我因为我们可以修 像金刚经的菩提心法门 我们可以修 那几个法门 那几个法门 尔根圆同 暂时不修也好 就是修金刚经 和大悲耳经 金刚经是大悲耳经里面的一份 修这个法门比较好 因为里面有智慧 有界定慧 这个尔根圆同 你说那几个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套 说了老半天 反过来又调过来这样说 老半天 这个般若的气氛不明显 文书选圆同 二十五圆同 选耳根圆同是第一圆同 其实不如选念佛圆同好 当然我这话好像有一点 文书不是智慧不如你 但是现在事实上随修耳根圆同 我看念佛的人反倒是多 事实上是这样 现在就是 因为你欢喜观音法门 金刚经就是观音法门 大波悦经是观音法门 就是观音法门 这就是这样修就好了 当然这是修禅了 如幻三昧 如幻三昧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到八地菩萨才得到如幻三昧 不妨你还是 从现在的虚妄分别心开始 修圣摩托的旨 修屁不上的观 不妨就是修试念处了 试念处就是观音法门 不妨就这样修好 如何去修习和会同 与子观思念处的配合 并实践于日常的生活之中 我也看到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说 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这话说得很好 我看也是说说而已 只是说说而已 实在就是要拿出来时间 拿出来时间 你念佛也好 修念佛法门我也同意 修试念处我因为是更好 就是拿出来时间修至修观 修观这样修到一个程度就熟悉了 这个正念不能够调伏自己 我们不要说太高 心里面有些掩误出来 立刻这个正念就会出来 立刻出来就把心清净了 能达到这个程度 你就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就是寒冷的这些事情 就是得失 得失 臣败 苦乐 谁赞叹你 谁毁忘你 就是这些日常的境界 你这个时候心要随着动的时候 正念就能现前 现前就把自己心清净了 而不会同音争吵 同音辩论 辩论的脸都红了 还不停下来 不会这样的事 因为实时地照顾这一件心 叫做清净 你这件事是第一件大事 不去和别人争论 就是你冤枉我也不在乎 我心里面还是保持清净 这样是第一个快乐的事情 你就能够实践于日常的生活中 如果你在平常不拿出时间静坐 修止观 这一念心不能调伏 而且怎么指怎么观都不那么熟悉 你日常生活中能够有佛法的气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证件提不起来 早就忘掉了 这个贪嗔痴就会出来活动 哪有佛法的气氛 写文这样是可以写的 但是你日常生活你用不上 怎么样才能用上 不要熟悉 不要熟悉可以 像这个打功夫 练功夫 练各式各样的功夫 练书了 这个土匪来了 这个贼来了 你这个全都可以渗出去 因为你熟嘛 因为你练的不熟 那个土匪来的时候 你就怕了 你敢动嘛 你用不上啊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 能够用上佛法 就是要平常要多练习 要熟 熟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正念有历练 言无息没有历练 这个杂念没有历练 虽然还有杂念 但是能调伏 一下子这个正念就起来 这时候你才能在日常生活中 才能有佛法的气氛 才能用上 不然你怎么能用呢 用不上嘛 一变自利利他 这个时候好一点 你可以为讲经说法 去度化众生 有可能好一点 因为你随时来挑心 随时令自己心清净 而不会烦恼在活动的时候 放纵自己的烦恼 去愚弄别人 我曾经讲悟到这里 在家居士对我们很恭敬供养 我们还欺骗人家 这实在说不过去 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过失 暂时虽然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实在有后患点 不是个好事情 你们有没有很大的过失 这是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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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个好事 你这是长老精通三丈 这是不敢这么说 三肖我兼备 这都不能说的 聆听长老开示 真令人 阿弥陀佛 你不要这样说 今有小意 长老常提及 想要得圣道 一定要修四年处 是的 我是有这个想法 是的 得圣道 如于僧文果位而言 是否就是虚得还相 以上帝圣者 是的 这个虚得还相 这件事 在说一切有过 与其居实论 虚得还相是圣言 但是诚实论 就说得稍微宽一点 就是前面的南顶以四地 也可以说虚得还相 那就是凡复了 那当然那就是外翻 内翻 但内翻程度也不错的 如以大乘国位而言 大乘国位而言 是否指得无声发言 以上的菩萨 是的 就是实地菩萨 这是圣言 我这是按照一般的情形 这么说 是否得无声发言 是的 德无声发言就是得圣道了 就是有无漏的不耳智慧量 二 思念处之具体修行方法为何 此思念处与南传的思念处 有什么不同吗 南传的思念处 也就是阿罕经的思念处 阿罕经的思念处 就是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恶 就是这个思念处 但是我读这个 《顺陀罗南陀》 《阿罕经》 《顺陀罗南陀》那一段 那一段 我有点感觉 他那上说的道理 和《大罕经》可以通 你可以在阿罕经里面 《顺陀罗南陀》 唯一个毕修尼去说两次法 这五百毕修尼得阿罗汉 那一段 所以我从这里想到 智子大师说阿罕经算是山藏教 其实里面我也想到 这个东西有通教的意思 有通教的意思 我想我能知道 智子大师更会知道 那维成这么样 所以后来我看《维莫经》的悬术 智子大师说 就是靠多数 多数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判 不一少数去判定 这个南传的实验处 我曾经说过 就是你读了中观论 读了大致的论 当然是你要痛的 只是读读文字那不算数 然后再去读阿罕经 你心里面拥有发喜 假设你对中观论 大致的论 读法界空的深意 你没有懂 你去读阿罕经 我看不容易会有深意 你不容易明白它的深意 光是无恶 你读起来 如果你修无恶观 你再读阿罕经可能也好一点 要是你还没有修无恶观 这样读阿罕经 可能没有什么意味 所以阿罕经里面 读观 观神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方无恶 观无常 观无恶 这个地方是有深意的 所以你看读《经安经》 《经安经》前面说无恶 一直到后边还说无恶 你说是南传的思念处和大成的思念处有什么不同 大成的思念处 那当然就是《金刚不尔经》和《大不尔经》说的思念处 阿罕经里面 我是感觉到《顺陀罗南陀》这一段法语 可以通到不尔经去 但是这样的地方少 同时多数说无常观的地方多 所以你说思念处具体的修行方法为何 那你就可以 《据实论》还是属于南传 他说的思念处还是属于南传 那也就是《阿罕经》里面的思念处 但是北传你要具体说就是把《大致论》好好学一学 如果你的耐心很好的话 《玉切思论》也学一学 这就是北传的思念处 具体的思念处 与南传的思念处有什么不同 南传的思念处是重视无常的 而北传的思念处一切法是自性空 这个意有点不同 至于说修不静观这件事 我看不必说分南北传 反正就是你有这个问题 你就需要吃这个药 你有这个病就要吃这个药 这个有重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 你发了无上菩提心 那就是符合了北传的大乘佛法的条件 你要是发了处理心 你又是符合南传佛教的要求了 如果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 你也没有发无处理心 那你这个因就不及格 所以要发处理心 你修识念处 你就可以得圣道 你没发处理心 那根本这个因不可能修识念处的 而发无上菩提心 我们在学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也说到 是包括处理心在内的 应该是这样意思 所以有什么不同 大一就是这样子 处理心还不是无上菩提心 这东西有点不同 再就是大乘乖一切法治性空 比南传的无恶义深一点 但是南传的无恶义是通于北传的无恶义 所以这个地方 这就看你了 看你要是学一学了大智德论的话 那么阿罕你可以通到大智德论去的 也是可以通 同样修识念处 有得深闻果 有得无声发言 是哪些善巧不同 那就是你要发无上菩提心 修识念处就是得无声发言 你要发处理心修识念处 那就是得深闻果 处果二果三果四果 在这地方不同 《大品伯尔经》卷二十二 《辩小品》第七十四说 要菩萨摩萨做八吟 然后入菩萨为无有事出 因为这个八吟的建地 一干会地 最初是干会地 始终是不懂干会怎么讲 后来看这宣传法师翻这个 《大伯尔经》是静观地 这样子有用于懂了 翻静观地 这个八吟的 八吟实在就是出果像 菩萨做出果像 然后入菩萨为无有事出 菩萨有无上菩提心 当然他不是出果像 出果像那是发处理心的 但是这是不同 做须得还乃至做毕之佛 言后入菩萨为已无事出 这是两回事 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 他发出的心正身温的果位 正毕之佛的果位 发无上菩提心 他是对于一切众生发大悲心 有波尔波罗密的方便善巧 他就不会这样 要是这样就退大取消了 要大品 卷十八 消空不正品 第六十云 修十年初不正十年初 乃至修八生道分不正八生道分 是菩萨 随消三十七品 随行三十七品 而不若徐荒果生 乃至必知佛道 是的 但是菩萨 我们看乍之中的解释 独生发言的 他是断烦恼了 断了见烦恼 断了爱烦恼 可能稀奇还没有断 他还是断了爱烦恼 断了见烦恼 阿罗汉也是断了见烦恼 也是断了爱烦恼 断了货正真 菩萨也是断货也应该是正真 但是正真的同时有大悲心 所以他不会变成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还是菩萨的无声发言 应该是这样意思 所以他不正 这个不正就是这样意思 如果解释说是 他有大悲心不断烦恼 你不断烦恼就不能正悟法心理 你不能正无法心理 就不能得无声发言 那就是凡位的菩萨了 但是看大致论上的意思 菩萨是断烦恼的 是可能稀奇没断 天天知识大师解释又不同了 天天知识大师也是 那要是见到法性理的时候 那也是硬化一些众生的境界 并不是和阿罗汉还不同了 这两段经文似乎都在说 菩萨变小一些法 但不应取证深闻果 是的 因为有大悲心 今想请教长老 长老所修小的世间处法门 具有哪些善巧 我没有 我没有善巧 又能得圣道 又不取深闻果 那就是你要保持住大悲心 他就不会正深闻果了 好了 不过这次我是 我既然是讲的对不对 请你们几位老师指教 请老师指教 现在还有几分钟 就是要学习佛法 也要有贪心 要深入地学习 要深入地学习 不要小一点就停下来 如果你是发大悲心 要广度众生 你应该广学 你说为了自己 我要得圣道 也要广学 要深入地学习 因为现在不是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那你不用 你随时可以见佛 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见佛 你随时可以有阿罗汉来指导你 那也不同 现在不是那个时代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深入地学习佛法 深入的时候 就像这个窗户 开着窗户 看外面还广大的境界 完全不同 心情快乐一点 我就讲到这里 好 很久没有 有一个大师 真的 可以 你有没有 我 你 头